香港社會有很多急速的變化 有些是隨著外圍形勢我們必須要變 但任何的變化我們都需要有更多數據 來支持我們如何去適應 年尾很多機構媒體可能明天更加多 過兩天更加多做年終回望 香港有個機構以前大家很熟悉 不過似乎這個機構也被政治標籤了 以致今時今日有些如甘非識比 即是專門做民意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以前叫香港民意研究中心 是的 聽一聽人名就知道 真是看人是決定你們知道那個機構 因為民意機構是很多的 你看到鍾廷堯就知道 可能你覺得他是一個品牌 其他那些不知名的 或者你們沒怎麼聽過 或者那些名字是很像的 那你們看不到人 你們可能沒什麼信心 民意調查是一個專業 一個是社會科學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甚至看台灣選舉 美國選舉 都很多民意調查 說說誰滿意程度 不滿意程度 誰的機會較高 昨天香港民意研究所發表年中的調查 其實都觸及到香港幾個 其實我們很需要掌握到一個香港人的想法 以及那種狀態 是的 昨天老總很細心看到一件事 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中庭耀他們開記者會公布一些數據 但是記者會有些微言大言的觀察出來 沒錯 通常這些其實挺重要的數據分析 你看媒體的出現很重要 誰看什麼 看麥克風牌 那個現場只是拍攝著一個主持 一個年輕人做主持的學生 一個是負責調查的鍾廷耀 民意研究的一個專家 一個是劉聚少 負責去分析數據 很重要 數據分析 不過看整個幾個麥克風牌 只有兩個麥克風牌 一個是鳳凰衛視 一個是大紀元 香港的主流媒體沒有去報導 包括香港幾個電台沒有去報導 電台也沒有去報導 是的 鳳凰衛視和大紀元 大紀元是打對台的 因為大紀元是法輪功背後的資金 鳳凰衛視大家也知道 過去其實大公文匯 一定會派人做這些記者會 政黨的記者會都會派人去做 因為同時拿最詳盡資料 或者是監察的功能 大紀元去做 因為大紀元做很多香港 大家明白它的取態是怎樣的 是各取所需 但是關鍵是在於沒有電視 香港其他主流電視台有麥克風牌 你看到這個機構本身 也有一個政治的標籤座 大家是否都被知得吉呢 其實他昨天發表這個年中的調查 有幾個數據都值得我們去思考 也都是其實政府好 我當然政府都有做 但政府做現在通常不公佈 看一個民心民情 這是很重要的 你掌握社會脈搏民心民情 想到什麼你要掌握到 你才能夠在政策上配合 對 昨天還有一個 就是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評價 評價很好 五年來的新高 不過當中有一些 看回微型的數據就是 過去通常年輕人和學生 對香港發展的評價沒那麼好 這次閉加火 沒那麼好 不是年輕人 是行政和專業人士 最不滿 這就是他們的術語叫做民情指數 民情指數是對社會中的不滿情況 概來講是學生對社會不滿 這個都很自然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一件事就不是年輕人 年輕人總是有很多不滿的 很多挑剔的 對成人世界有很多不滿的 他都是很情緒反應 或者你覺得是入世未深的一些表現 但你在這裏 調查人顯示一下 也是今天我看《信報》也描述一件事 他說行政和專業人士 民情指數是最低 或者是最不滿 為什麼他們這麼多不滿呢 因為看民情指數 包括量化了香港人對社會的情緒反應 包括政治社會兩個方面 對政府是否滿意 是否信任 對經濟對民生的狀況是否滿意 18至29歲 現在的民情指數是最低 民50歲以上是最高的 但過去學生長期在這個民情指數 都是在最低的那裏 即是說他們是最不滿的 但今次厲害了 今次最新的調查 就是行政和專業人士是超過了學生 成為最低的群組 昨天的記者會特別有位新聞界以前的寵兒 鍾國通 有親中國什麼問題 大家想到就是劉銳紹說一說 當然今時今日劉銳紹的曝光率都低了一些 當然他仍然有一些文章很紮實 他昨天也是負責分析這個民意調查 他說 市民對社會的前景不樂觀 只是憂慮經濟發展 香港現在面對其他內地城市競爭 暫時又看不到政府工作的實效 當然他也說到 基本23條立法 大家對未來的發展 樂觀的政值是減低了 其實簡單來說 我也有聽劉銳紹的分析 太多不明朗因素 你不知道什麼 如果我們有水晶球知道什麼 有一句很簡單 你股市這樣看 叫吹吉避空 風險高的東西我們就避開了 正面樂觀我們就買多一些 香港現在的風險是無從估計 香港人可能最困擾 政府都發覺沒什麼做到 令我們覺得很有信心 那個對前景的不明朗 從很多跡象大家都看到 香港現在 最近這大半年 很多國家公佈的措施 事前我們是不知道 或者可能高官會知道一點 是不知道的 一公佈是硬吃的 家權那天我們想起 我們上星期說李家超 扼上 警局政治局常委一起見他 我們知道知識體大 本來都正道理說 李家超接收了訊息 家權官人於未 覺得李家超入場前入場後 兩副面後 他應該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是領受了回來 很苦惱 但回來沒有一個很詳細的交代 沒有 可能他未消化到 或者他知道 這個都是一個很難執行的任務 但你放心 李家超是一個紀律部隊出身的 他們是會照做的 但是沒有一個醞釀 正如我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現在在國家規劃之下 很多事情就是國家公佈就要做 老實說是沒有規避的 正如上星期 大家還記不記得 如果你拿著騰訊的股票多嚴重 因為手遊那些規管 雖然說所謂意見稿 都雖不重亦不軟意 一出來原來是這樣 事先原來是沒有跟業界談的 內地什麼意見稿 他不需要諮詢民意 為什麼要諮詢民意這麼重要 為什麼香港概念來說 政府重視民意 各區地方行政專員 一定會做民意調查 不過全部內部參考 現在有沒有做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有信報訪問王元山 這就是特首的第一次郎 為什麼你笑 他在做很多事情 不過遲些才會慢慢出來 政府可能在做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 內地有香港未來發展的整個規劃藍圖 我們就知道不知道一點 我們叫做聰明一點 看民會大公 摸到一點點輪廓 但具體來說都不知道 有太多事情我們不知道 台灣選舉選人怎樣也不知道 會不會打也不知道 美國特朗普會不會回去做總統也不知道 太多變數了 有些事情我們不能控制到 但是有些我們應該要知道的 我們都不知道 是的 過去傳媒 你政府不說嗎 香港的傳媒發展得很好 一段時間之前 自己發掘 於是令社會知道多些 究竟前景是怎樣 為什麼行政 即民意研究計劃出來的民調說 行政和專業人士 是很不安對前景說不認識 因為他們是很理智的 他們會看很多數據 或者很多出來的規劃 現在不是 我是不知道 坐在這裡等 突然間有一個政策又臨門了 是立刻要做的 所以我們有看什麼 就看一些意見領袖 一輪半爪 露些口風 因為他們春光水暖鴨才知道 所以為什麼 不過最近誠哥就沒有說話 其實這些香港大企業的大MASA 他們掌握那種政治經濟的脈搏數據 以及接近權力所得出來的風聲 他們是最準確的 是的 現在香港的情勢 因為老總用一個變異形容 其實變幻是否永恆 永恆都有看質素是怎樣 我們一定要觀察各種風向和指標 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去到以前內地社會的情況 要看跡象 看排位 看看哪個人曾經在營光幕上出現過 但消失了 去揣測未來的社會狀態是怎樣 這是中國政治的隱喻 從人事的出入 誰坐在哪個位置可以摸到的情況 以前香港社會是很透明的 政府是什麼呢 傳媒挖出很多資料 傳媒已經失去了挖掘新聞的空間和能量 幸好有國民部長的評論 但評論有時候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似乎好像不要盜獄 總是肉與頑憂 有時候我甚至乎覺得 某些報章的社評和內民做的 有些人格分裂 當我明白到媒體本身都承受很多壓力 譬如《今日明報》 說香港要怎樣吸引真正的有錢人來香港增加 他也提到香港一定要有一個包容性的社會 意味來講 現在很多事情不要再走一左二窄 拉得那麼緊 水清就無余 為了倒少許污水就連孩子也倒下去 香港今天就陷入這樣的形勢 情況就是你舉一個例子 也是《今日報紙》所說的 你搞廟街夜繽紛 他真的搞左敦道那一邊那一邊 在榕樹頭天后廟前面 剛剛將廟街斬開南北兩段 那一段賣唱的八點鐘叫人收檔 也舉一些例子 郊野公園 他們都留在香港了 在聖誕假期在街夜公園走逛玩逛 洗車 你就專門派對人去抄牌 怎麼辦呢 叫人家不要去 叫人家走 叫廟街收皮 是不是這樣呢 每件事你又要放 一放又要害怕 是不是好像內地那樣 一放又亂 怎會亂香港現在的環境 所以明天就是我們今年 最後一天的新人天地 我們都是為了變遲 探測香港未來的轉變 也歡迎大家來講講今年的感受 禮物 禮物 禮物